实名剧道 本人张盈田 顺根正号 131 0821 970 0510 7453 我曾任河北省第十八届 第十九届人大代表 河北省郎邦市政协常委 河北省三河市企业家 中港物流原董事长 县实名举报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清区广委会副主任刘学文 一 刘学文利用职务之便已存谋私 早在2002年 刘学文任职三河市燕郊检查站站长期间 就伙同张思燕开设运输公司 管影大型运输车辆数十辆 且运输中严重挑战并打压相关竞争对手 以谋取暴力 2008年 我在燕郊开发燕郊航程项目时 刘学文曾多次找我 让我购买其生产的高价装饰涂料 我以价格高为由拒绝 为此结下恩怨 二 刘学文我从他人放高利贷 以利用职务之便干扰民间借贷糕 2015年 我曾向张思燕借款5000万元 此款中有1500万元实际为刘学文个人所有 他的司机多次在银行为他取取大量现金 按合同我偿还了本金及利息6000万元 刘学文多次以协调我和张思燕之间的借款为由 继续缺要高额利息 最终上诉 2020年 法院已就此案作出判决 镇定此案为民事经济纠缝 但刘学文仍造谣说我 全款跑路 针对此事 他利用职务之便 指使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 回由对我及企业进行非法调查 并对我的家人进行骚扰和威胁 三 刘学文利用权力打击暴风 恶意重伤企业家 破坏营商环境 2015年开始 我司在河北燕郊开发空港物流源 营试未来港项目 其中空港物流源及营试未来港项目 因立项为科技共享生态用 以租赁形式为科技及创意类中小型企业提供服务 由于当时团经济区大气治理等客观演义 该项目交房期限延期 至2018年时 该项目一部分获得验收合格批文 但政府不允许我私交房 最终造成了1400多家已签约客户集体上访 为了解决问题稳定民心 我多次从政府相关领导沟通 2024年7月14日 在与刘邱文最后一次沟通中 这次沟通有电话录音 他表示已和开发区负责领导沟通 可以先让部分业主入住 并以增加一定比例的交房面积为方案解决 我当时欣然答应 这也是我想要的结果 但随后刘邱文在政府汇报中 恶意扭曲我的意见 执意要将我以诈骗或违法经营罪进行强制抓捕 此刑警对河北燕郊的整体营商环境 造成恶劣影响 四 刘邱文当政期间 不仅吃拿卡要 零死舞弊 以权谋私 对此种种恶性 曾有多人多次向狼邦市和三合市纪委 监委举报同学文 但因此人在当地关系根深蒂固 举报均未成务 为此我实名向相关部门举报 申请中央纪委监委 河北省狼邦市及三合市委 纪委监委彻查此人 环三合经济发展的一片青天 举报人张永铁